妳說這個朋友 他完全不錯做 可是他的外型 你可以明明是不是 而且他是到日本去採訪的時候 還被日本媒體稱為 台灣的超美 真的假的 超美人 我就想說真的假的 我就好去看日本的新聞 下面還有日本的網友 大概好上百天的推進 超美人主播 是 對壓力比較大 我沒有講過 你一直沒有明星 被形容為超美人 不是意外了 一、二、三 今天晚上十點 中心中心來 光綺來了